各位朋友 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锁您今天的新台湾星光大道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八卦一点 因为毕竟看到影剧版的大头条 那就是一项形象很好的歌手林佑佳 他怎么会动手打人打的是狗仔呢 那么主要他是在香港被狗仔跟拍 拍到了他跟另外一位香港年轻的女歌手 那么一起的这个画面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这个大头条新闻 这林佑佳呢是不是真的找到他心仪的另一半呢 那么是在12月26号的这一天呢 他被香港的媒体那么拍到说 他跟女艺人共进晚餐 而且两个人呢还在街头啊 有一些比较亲密的动作 那么当林佑佳一发现自己被拍了呢 他试图要去阻挡媒体继续的拍摄 而且还去抢照相机 但是随即呢就发生了肢体冲突 从新光报一阵成名的林佑佳红到香港去 被香港狗仔拍到 在12月26号和艺人邓紫棋一起吃晚餐 超片上林佑佳 邓紫棋两人戴着口罩大玩轻轻 还亲密拥抱 林佑佳发现被跟拍和狗仔发生肢体冲突 要抢夺相机 邓紫棋拉着林佑佳的手要他离开 直到唱片公司来解围 跟着有眼疯 跟着有漏的 邓紫棋在微博上面替林佑佳抱不平 也透露两人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约会戴眼镜 亲吻要隔着口罩 只指被狗仔跟拍的事情 说林佑佳动手也是为了捍卫保护自己的私人空间 这么做都是在保护两人 还说难道歌手不可以上街 也不可以反抗吗 说他和林佑佳之间的关系 从来没有否认 会继续过他的人生爱我爱的人 微博上头公开承认 两人已经是恋人的关系 看来迷幻王子林佑佳已经找到公主 还生得公主邓紫棋的房心 终于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好马上来介绍今天这个小时的星光来宾 最旁边这位资深影剧记者麦若瑜 欢迎你 郁卿好 大家好 还有吕文婉 郁卿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敬平 大家好 午安 黄光晴 大家好 陈东豪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立委谢国良 大家好 好我想今天一开始先来听听看这个 文婉你有这个跟拍这个 艺人的经验吗 你就直接来了 这完全就变成狗仔 等一下要请你来谈 不过我想一开始 是不是可以请 来跟我们先说明一下这位男女主角 这两位好像都还蛮年轻的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版 他们的个人小档案资料 林又嘉是23岁 邓紫棋呢 这位香港年轻的女星19岁 那么星座呢 这个男方林又嘉巨蟹座 邓紫棋狮子座 那么林又嘉呢 是170公分63公斤 邓紫棋呢 更娇小了160公分45公斤 那么其实事实上呢 他们都是从这个歌唱比赛 那么来出道的 你看哦 邓紫棋也不简单 他可是拿冠军哦 那林又嘉 大家印象很深刻嘛 是超级星光大道节目 那么第一届的冠军 那么他的这个歌艺 也是相当的精湛 那么当然我想一开始 是不是文婉可以先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林又嘉给我们的印象 好像其实呢 是非常温良公俭让内心的 对而且 很客气很有礼貌的内心的 其实在这个新闻出来 此刻我还是觉得他温良公俭让 没有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们这个星光帮第一届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投入 然后呢 大家都对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中伟啊 杨中伟 杨中伟他太久没出来了 什么杨中伟啊 肖敬腾啊 这些我们都印象深刻 那刚刚私底下 我跟光潜姐还有一点 我们有点意见 意见相左啦 因为我觉得我对林又嘉 这么几个很有名的参赛者里面 我对林又嘉的印象是最好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说他唱歌的时候很真 流露出来的神情是发自内心的 然后比较没有经过 就是那种做作啊 或者是那种就是粉饰的感觉 就是很自然 所以他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林家那种乖乖的小男生 可能你叫他左 他也不会靠右的那种 所以他其实今天发生这个 所谓的这个动粗 或者说跟狗仔之间有冲突 其实呢 我们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 这个角度来解读 因为现在的小朋友 跟我们当年的小朋友 可能跟真的不一样 你看一个才二十 我们刚刚看了二十三岁 二十四岁嘛 然后女生才十九岁 现在新人类比较自我 而且呢 他们也比较认为说 我觉得我该有的空间 你不能来侵犯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这一次应该是讲说 他们呢 不管林又嘉他是 他们两个是以音乐会友嘛 可是我们知道说 从大概今年四月 隐隐约约其实就有传出 就是说这两个小朋友 好像在谈恋爱了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来看 他们真的是小朋友啦 可是问题是 不管是香港那一方面 女孩子的经纪公司 或者是这个台湾这一部分 林又嘉的这个唱片公司 其实都是用很低调的方式来处理 就是说其实没有 两个就是音乐方面的英雄 喜英雄 然后呢 互相疼惜各自的才华 然后会互相的交流 仅止于此 可是据了解 其实他们大概已经就是暗示在 就是说私底下呢 已经交往了大概有八个月的时间了 那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比较让大家为什么 应该是讲说会觉得说 两个是不是有一点 就是我们刚一直强调说 年轻人嘛 敢爱 然后呢 敢发表自己的意见 但是呢 他们呢 被狗仔呢 就是有点揪出来 感觉说 他们两个是不是说谎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 他们是26号发生这个冲突 大家发现说 他们在街上就是抱抱轻轻 然后非常非常的亲密 就是完全不会在乎旁人的眼光 可是在25号其实呢 这个我们刚看到了 香港蔡依林之称的这个小女生呢 她呢 其实对着媒体呢 因为媒体有问她说 那你耶旦姐要跟谁过啊 她说我就一个人啊 我就 我的男伴就是爸爸跟堂哥 OK 可是这句话出去了之后 第一个就是变成 你说谎了嘛 她也许25号是这样过啊 但是这是26号 OK 那就好像我们问东豪哥说 东豪哥你单身吗 对 我今天单身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所以其实以媒体的角度 会觉得说 那你好像说谎 因为他们就开始跟了 结果一根没有想到 这个东西曝光了 那也许 以他们的 不管林佑嘉 还是这个香港蔡依林来讲 她可能会觉得说 哇 我前面讲的可能破功了 自打嘴巴嘛 越上演这个街上的亲热秀 那不管怎么样 其实这个动作 可是其实戴口罩 一般还是认得出来 尤其林佑嘉 我是觉得她的辨识度 是非常非常高的 她已经被锁定了 她已经被锁定了 其实是逃不了的 那这次其实据说啦 那时候第一时间 林佑嘉其实是非常非常生气 我是觉得跟狗仔之间 有时候狗仔你叫她越不要拍 她是动作是更激进的 而且她可能更贴近 所以这时候其实当事人啊 我们老实讲 如果林佑嘉真的就是说 有去挡狗仔 或者是有去勒脖子 各方面的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情绪 已经到达一个 已经满出来的一个状态 她可能先这个口角 口角冲突 可是后来发现狗仔 可能就是不走 所以她真的就火大了 那一般其实你越去阻止狗仔 她是绝对不停的 好 若瑜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位女明星好不好 我想也许对于 许多的观众来讲 即使她曾经来过台湾 也上过节目 可是还是多数的人 对她会比较陌生的 那我是看到这个 香港的Face周刊 她其实在这个上面 有个标嘛 Boxing Day 食 就是食就是吃的意思嘛 食这个GEM GEM呢 这个指的就是 这个邓子奇 这个女孩的别名 Boxing Day可能就是讲说 那时候因为在过野胆节 大家在拆礼物啊什么的 所以 好 GEM好像就是说 Get Everybody Moving 要大家都 每个人都可以动起来 是不是她是一个比较动感 比较活泼的一个年轻女星呢 我们不太了解 是 她是香港这两年 踹红得非常快的一个 新生代的女歌手 所以她跟林佑嘉算是 乐坛港台乐坛的 小天后跟小天王 有这种感觉 邓子奇她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 她的家庭 她从小在上海出生的 四岁移民到香港 移居到香港 她的妈妈是上海音乐学院的 声乐系毕业 她的外婆是教唱歌的 外公是在乐团里面吹萨克斯风 舅舅是拉小提琴 所以她从小就在音乐的熏陶子下 跟外婆住 小时候呢 五岁啊 她算是天才的音乐小朋友 五岁就会自己试着 作词跟填曲了 然后十三岁就考上了钢琴的八级 后来就一路参加歌唱比赛 就从小立志要做音乐人 曾经有最高纪录 一年得过五个歌唱比赛的冠军 所以她一路就这样子唱唱唱比一比 然后到了十六七岁 就被唱片公司发掘 然后就出唱片 第一张唱片就是一个迷你的 迷你的EP叫做 就是get G.E.M get everybody moving 就是让大家跳起来 是一个动感的歌 那这个时候她是用G.E.M 当她的别名 因为她原名叫做邓思寅 她后来改了邓子奇 然后也叫她G.E.M 那这个时候是因为 她跟林佑嘉 因为你知道 现在香港跟台湾的流行音乐 新生代流行音乐 其实是有交流的 那林佑嘉又是超级星光大道的冠军 她之前就有讲过说 她很喜欢看超级星光大道 她之前因为刚发EP的时候 她就跟她唱片公司讲说 我可不可以去那边做PK 去跟他们星光大道PK一下 她就很喜欢 所以她跟林佑嘉 之前就以音乐会友 就认识了 她之前今年四月份 她在台湾发出片了 的时候来台湾十天 四月来十天之后 五月 林佑嘉去香港开一个小型演唱会 就唱她的歌 唱她的一首歌 然后在音乐演唱会上面 就开始感谢她 那个时候媒体 香港的媒体很敏感 就是说他们两个拍拖了 只是他们一直不承认说 我们都是好朋友啊 我们就是兴趣相投啊 事实上两个人已经在密恋了 你看他们那边被抓到 他们去看一部什么电影 他们那边共度五小时嘛 吃牛排逛街 我也好想去看 看那部电影叫做婚前是爱 你看他们两个已经浓情蜜意 到这样的状况了 可是我觉得林佑嘉 我今天看这个新闻 我觉得林佑嘉有点 唱片公司还没有教育 他在面临狗仔队的时候 他忽然情绪激动的时候 邓紫婷 邓紫婷 你先冷静一下 他当时跟狗仔讲说 我是台湾来的 我来这边做音乐 我不想上你们杂志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艺人 当已经开始红了 开始进军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不能选择你上不上别人杂志或包装 是别人来拍你 所以我觉得他的观念还没有搞清楚 可是这个也证明说 香港会跟他表示林佑嘉红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绯闻 对邓紫棋对林佑嘉是加分的 为什么 邓紫棋我们根本不认识他 即使来台湾 你这样子默默的出EP出唱片 然后做什么鲸鱼嘴什么的 弄很久大家还是不认识你 可是一个这个跟林佑嘉的绯闻 这两个人都爆红 林佑嘉在香港肯定也是爆红 邓紫棋现在大家都认识他了 但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你的年轻艺人其实要做好心理准备 而不是像个媒体说 我是台湾来的 我不要上你杂志 你是不能选的 的确当然 说到这个跟艺人的经验 我想文婉你也很多 等一下可以先谈一下 但是这个竞评 你也有去跟拍的经验 你没有带过这个影剧版的 其实我以前刚开始 也跟文婉姐跑过一阵子 大概半年左右的影剧新闻 不过后来我在跑的 比较多的是政治要闻 后来我虽然没有跟拍过 那种艺人的经验 但是曾经也跟拍过 政治人物和军人 那在那种情况 因为跟拍 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动作 因为狗仔队 他为了达成 就是说公司跟媒体报社要求 他的那个跟车 都会跟得非常紧 而且速度非常快 那往往的时候 你要在很早的时候 就要到那个地方 去现场埋伏 然后你要在那边 帮忙辨识 因为一定是群体的作战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可能好几个摄影记者 然后分在不同角落 你们那时候是出动几人一组 我记得至少四台车 每一台车车上至少都两到三个人 就为了跟一个将官 那算大阵仗 所以最后可能就是还跟得不是很顺利 所以有可能 而且你要长期的 不止一天两天 甚至一个礼拜 那种是长期的一种交土作战 一个消耗战 很累的 而且你还不能让他发现 就有一次我们在跟的时候 就是跟到 几乎快跟到他的一个状 以为他可能要去上酒店喝花酒 但是没有拍到 但是拍到他回家 以为是说他回到家里面 结果他后来我们才知道说 那个不是他家 那个是他情妇家里 但是当时没有人给我们 这样一个充分的资讯 所以在这种跟的过程当中 资讯的完整性很重要 然后而且不能让对方发现 我们就一度说 陪着他绕绕绕绕 绕整个半个台北市 而且甚至绕到我们那个 辛亥路的殡仪馆那边 还绕到自来水源区 几乎就是等于快要被对方发现 所以对我来说 那次是蛮失败的一个跟肩经验 所以其实狗仔队在跟拍 他有一个周密的部署 而且大家车上都有无线电 还有手机要保持联络 万一他跟丢了 或是他跟到另外一台车去了 这个随时要应变 你要因为你 而且他调度上 要很灵机应变 而且当时我记得 我们在新生高架桥上 那个飙车都到100多公里 时速100多公里 120 130这样开 而且为了只是跟计程车 甚至跟他的一些坐车 所以真的很紧张 就很危险 是 光晴也可以补充一谈一下 你应该比较少这种经验 会不会 我被狗仔跟拍过 我也当过类似的狗仔 其实我要分辨一下 如果狗仔你不是part time的 你不是编织外的 或者说你不是真心社的 你是编织内的 在媒体里面服务的 其实就算是记者了 狗仔这个称号 其实对很多正规的记者 其实不是很公平的 只是他们所拍摄的手法 是用跟拍的方式 那我要讲到林佑佳 就我很同意刚刚麦麦所讲的 林佑佳他是一个 歌唱比赛的节目中里面崛起的 其实我从星光的一到现在的七 我每一集都有看 我甚至都看传播的 所以你问我谁谁谁 谁在哪一场干什么 我都非常清楚 我们今天讨论的 这不是他歌语的这个部分 我们要讨论就是说 你今天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林佑佳了 你现在变成公众人物了 你公众人物就是说 不是只有你能够唱歌歌语的这个部分 而是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你就大家自然会对你的绯闻啊 或说你其他的这个部分的 他们会好奇 我们讲说新闻就是 human interest 你取自己观众 你要回自己观众嘛 观众想要好奇说 你现在是什么样情况啊 那有其他所谓的八卦的这种 这个新闻产生 所以你就自己要准备好 准备好就是说 你不能说我自己来选择 那我所有的 包括我们现在去外面 如果我们结个账啊 或是我们去邮局啊 我们去银行 我们自己要小心嘛 因为现在人人都是记者 手机就给你拍 那我们就还注意说 这个事件本身 为什么你不准人家拍 他好像是要隐藏什么东西 比如说他人在香港 然后他戴上口罩 他一路上不觉得有人在跟拍他 那他想隐藏这段恋情 因为之前刚刚这个文婉有介绍过 后来事发之后 他说他是一向很坦白啊 他并没有可以隐藏 可是他那个动作就代表了一切 他不想要曝光 对不对 不想曝光的原因很多 可能就说他是偶像型的 那是不是有其他人会伤心啊 你两张唱片的一个销售 他两张唱片 我看这个一周刊报导是有三千万的这个获利啦 所以他似乎是考虑的方方面面的东西很多 但是林佑嘉他要涉及一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想说被狗仔关拍的 不管是艺人或公众人物 你最忌讳就是说 包括一些正规型的 就是我们新闻采访 你最忌讳就是说 你去接触记者的身体 你去打 或是你去抢 你去拉 那林佑嘉按照 一周刊报导是说 他抓坏了 抓伤了这个摄影记者的手 而且他用一个什么野兽般 就是失控的这样一个情绪失控的一个模式 而且把对方的摄影机想要抓过来 是把人家的美光灯给砸烂 他之后也赔偿了这个美光灯 就是说 如果真的闹到警局的话 林佑嘉不一定站得住脚 可是他这个媒体会不会显得太夸张 我比对你看今天所有的报纸 有人就说不要把 一周刊当作金科一律 他不是圣经吗 但这个为什么各家都有 是从香港那边的一个杂志 他们所揭露过来的 包括很多个报纸 其实都是怒抢相机 就是相机这个身体接触 这是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他的消息来与同一个 都是那个香港的周刊 对甚至有这个苹果报纸 香港街头动手了 你说或者是冲撞狗仔 这些东西是比较激动情况 情绪失控的一个模式 知己的碰撞 碰触是绝对有的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形象这个被公租在媒体上 各家报道都是这样的话 对林佑嘉本身的形象 我认为是有损伤 但是他的歌迷一定还想说 哎呀那不是我们林佑嘉不对啊 一定是那狗仔太讨厌了 人家是有隐私权什么什么 一个公众人物他只不能够跟大家 扎根说 我现在有隐私权我来选择 你只要你在你住家以外的地方 其实你是个公众人物 有所谓新闻价值的话 其实媒体都可以跟拍的 那以前我们跟拍见我我只有一次 一次左右因为我们在时报周刊 我们时报周刊是 跟一周刊是有区隔 我们还是很传统的一个新闻采访手法 但是有一次也是跟跟一位军方人士 那你们有像刚刚靖平讲 那么大的阵仗吗 有我们派出这么多人力 我们去了两次两批 而且真的两次以上 因为有的不是那种跟拍的那种方式 就是说当那个最紧要关头了 我们车子里面躲了一堆人 大炮也带来加上去 就不要关头 大炮没有发挥作用 就是说那个大炮太大之人 就是说很遗憾 这千斤欲法 你怎么是最紧要 要上车的那个镜头 你没拍到呢 后来第二天一大早又去 都是五点多就要出门了 可是那个照片就是辅助你 就是说因为很多人讲说 眼见为信嘛 你不是说我问你说有没有 他说有 另外一个说没有 这种新闻大家其实已经 觉得那你这样各说各话 这不叫新闻嘛 所以你一定要拍出真相来 那个铁证如山嘛 之前陈志中那个事情 不是他也呛你说 那你没拍到我们俩在车上等等啊 所以就说 林佑佳这是一个lesson 这是一个课程 我觉得唱片公司也要跟他讲说 他接受再教育 你可以学一个人 我觉得最近有一连串新闻 林志玲真的没话讲 他的EQ他各方面 譬如他助理犯错了嘛 今天还有一个新闻 就他如何去处理这个事情 你看他口不出二言 更不可能动手了 他怎么去应付这个 所谓的事件 我觉得这个更多 跟林志玲这个老大姐学学啊 这是他的一个课程 而且林志玲的微笑 永远是保持着那个角度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其实我补充一下 刚刚那个光婷也讲的说 那个大炮的镜头 所以在我们一般在跟拍的时候 你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像我知道像在座谢委员 他也曾经有被跟拍的经验 我记得好像也是一周拍 有拍过他 他走在最前面 然后后面跟着好几个辣妹 正妹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当时 那个委员被拍的时候 他有没有感觉到有人在拍他 那个阵兆蛮大的 这个要问过当事人才知道 你有没有警觉到说 旁边好像有人拍你 当然有些公众人物 包括后来我们接触到一些立委 或是政治人物 所以我们在跟拍的原则 工作的原则 尽量就是说 你保持一定的距离 包括跟车的话 虽然跟的很近很危险 但是你的大炮 像刚刚光婷姐提到 你那个设备要拿出来 你不要紧要关头的时候 没有拍到你要的照片 因为有图有故事 就是图片会说话 不见得是真相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这个东西 那我要提到说香港媒体 其实他们的作风是很凶悍的 那他们除了远拍之外 近距离就会像这种 你为什么林佑嘉会碰到他 可以跟他怒甩相机 把相机抢过来 就是因为他已经近距离到几步的距离 他甚至他可能前面东西 都拍到这么多了 有一种是归类为说 他是用挑衅 挑衅式的做法 去拍拍完 然后故意跟他发生冲突 那另外一种就是真的拍不到 然后想要更拍的更清楚一点 在香港媒体往往在这种做法上 他会比台湾媒体更凶狠更粗暴 OK好休息回进广告 马上回来我们继续讨论